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一些网站也推出了基督伏的活动 让人们感受福气的魅力 可是新仇的帝王们表示 这种基督伏的活动早在几百年前 他们就已经玩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让小编为大家介绎一下清代帝王四福的那些事 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勿对号入座清代帝王有一个传统 那就是每逢春集时 都喜欢预笔书写福字 然后赏赐给自己喜欢的大臣 以表张大臣为国尽忠的功劳 得到预测福字的大臣都受宠若惊 觉得能得到皇帝的青睐 再怎么努力都不亏了 有人会问 都有哪些皇帝喜欢赐福呢 别着急 小编 这就给您揭秘 以康熙的爱国福谈到康熙皇帝 我们就不得不说一福福字 这福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 是康熙皇帝玉笔书写 康熙时代的清朝 百费代兴正在稳步的蒸蒸日上 众多的将士们都奋斗在庶边立功的第一线上 这让康熙非常感动 每逢春节 康熙总是会在御书房签底写下很多的福字 来赏赐这些将士 用来表彰他们的忠孝人勇 这种爱国福备受欢迎 有的大臣甚至一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得到康熙爷的御赐福 随着求爱国福的大臣越来越多 康熙实在是忙不过来 干脆写了十个福字贴于正殿之上 一表示 自己的福气对大臣与路均沾 这才让众位大臣不再缠着皇帝赐福了 二雍正的敬业福提到雍正皇帝 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他 那就是敬业 一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虽然不长 只有短短的十三年 可是在十三年中 他不寻游 不围灭 不浪费奢侈 可以说是清朝皇帝中的老母 雍正皇帝的字体刚正 这跟他的秦针是分不开的 他秉成了父亲的习惯 在春节的时候 也亲自写福来赐给群臣 不过 也仅限于春节当天 因为雍正还有很多活没做完 只能用这一天春节的假期来赐福 这么敬业的皇帝赐的福 当然就是敬业福 毕竟自己都这么敬业 手下的大臣要是不敬业 肯定是没有资格得到敬业福的 当时的张博行 年庚瑶 龙可多等众臣家中 都收藏着雍正寺的敬业福 这也成了他们吹嘘了一辈子的资本了 三乾隆的富强福乾隆皇帝 可谓是清朝最有福气的皇帝了 登基时没人遣皇位 当皇帝时 清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 这位风流多才的皇帝赐下的福 可是真正的富强福 据史料记载 乾隆皇帝春节赐福的时候 第一张福是不送人的 而是要太监公公静静的卷起来小心收藏 这里寓意着福气不能丢失 要永久将福气存住 剩下的富强福才能赏赐给大臣 四同志的和谐福同志皇帝是慈禧的亲儿子 同志皇帝继位时 是由东西公两位太后共同持政 因此 这位皇帝并不需要在政治上太操心 同志这两个字 就是需要他和两宫太后相处融洽 和谐第一 同志皇帝春节赐福字数虽然较少 不过其字体中规中矩 保含帝王尊贵 福字中更带着一团和气 让人如沐春风 是不可多得的和谐福 武慈禧的友善福 自从慈禧登上太后宝座 对于书画的痴迷程度就更大了 她经常在无聊的时候 与纸上作画或练字 常年的练习 让慈禧太后的字体有着很高的造诣 她最擅长的就是行书大字 后世书法家也对其高 不称赞 作为义公太后 慈禧一直在笼络手下大臣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赐福 这种福才是名副其实的友善福 每到春节的时候 慈禧都会用大笔亲书福字 奖赏给自己亲信的大臣 并在下方落款慈禧太后亲笔 为的就是给大臣们足够的面子 到了后来 求有善福的大臣们 实在是太多了 老福也金枝玉叶的身体 有点湿不消了 可是爱面子的慈禧 又不想半途而废 干脆就召集身边 能够模仿自己自己的汉林们 进行批量生产有善福 这种方法依然很奏小 大臣们得到福字后 乐得何不隆悔 甚至有些老臣还激动的老泪纵横 捧着福字说不出话来 赶忙回家表在墙上 欢欢喜喜的过大年去了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对清朝皇帝们 集武福的创举有什么感想 反正小编认为 人家作为皇帝和大臣 都这么努力的集福 咱们就更应该加 被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美好的生活 并将福气带回家 一年更比一年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